總統蔡英文週末重新鎖定北臺灣 拉抬鄭運鵬一天連跑桃園三場 組織議員場時間允許通通出席 陶園的選情非常的拉鋸 我拜託大家一定要用力吹票 拉票要集中選票 成績中也到場吹票 六日晚間還有行政院長蘇貞昌接力 這次總統首度出席桃園議員 靜總成立當眾宣布護國神山好消息 積極防守北桃園因為藍綠真的很焦灼 龍潭科學園區三期擴建計畫正式啟動 這是因為有文燦在地方努力 運盆在中央找各部會一起幫忙 以來護國群山台積電來到桃園 我們的航空城我們的國際機場 容量加倍功能加倍 夾著近七成的吃著滿意度 希望票轉移給鄭運鵬越多越好 最新兩份民調顯示 張善政以百分之三十六支持度 勝過鄭運鵬的百分之三十 另一份則是差距再縮小 張善政只贏百分之一點一 在誤差範圍內 選戰倒數綠營回防優勢選區 藍營也固守深藍客家票倉 戰鬥籃領袖趙少康首度陪張善政 在龍潭掃街店家送上豪彩頭 未來策略不分南北全力拼陸戰 蔡總統如果再下桃園來 他應該馬上聯想到 我們台版的柬埔寨 多花些時間把我們的國政 尤其是治安搞好 年底選戰桃園成重中之重 藍綠民調緊咬 延續政績對上空降拼金銀 最後關頭各自拼搏 三輪新聞留言及我們選SNG小組桃園報導 頓� 最安全駕之一